HELLO 大家好 我是沛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我今天呢又在台北永安站和ANA一起合作 那今天要開箱這個包呢 就是我自己講來真的是愛恨交織感觸良多啦 因為我曾經在這個品牌工作 然後呢我今天要開的包呢就是 BOTEGA VENETA的VENETA包 那這個包真的不用我多說 真是經典中的經典也算是BV家的鎮店之包吧 其實你仔細想想BOTEGA VENETA這個牌子 然後用VENETA牌子的名字來命名這個包 其實它就是非常的非常Iconic 這個包包呢我覺得首先可以說到的是 它的這個形狀是叫HOBO型 那不是只有這個包叫HOBO型 就所有的包包只要像是這種半月彎型的 你都可以叫它叫做HOBO包 講到這個包在這個BB這個牌子 就有幾個小故事可以講 就是這個包以前真的是太經典 它基本上就是風靡各個國家 中東啊歐洲啊亞洲各個國家的白領精英女性 對然後我又沒想到說婆媽 但是我剛剛被糾正了 白領精英女性 然後常常我在店裡啊就會接到電話 有人就打電話來說 欸你們現在那個VENETA櫃上有什麼顏色 然後我就會打開櫃子就說我們有紅色藍色黃色黑色紫色 然後那個人就會說幫我留就是咖啡色 我等一下會過去結帳 所以說用過這款VENETA包的客人啊 很多都是直接回來回購 就是他們沒有辦法想像就是沒有VENETA這個包包的日子 所以他們就會一直一直一直回購 可是用到他們這輩子都已經第三個第四個包 他們還繼續再回購 那還有另外一個小故事值得講的是 你看這個VENETA這個包啊 你現在看它是這個樣子 因為它是全新的 所以說它的皮是完完全全還沒有軟化 還沒有被使用過 它整體都是非常非常非常新 那常常有些人就會看到別人身上背的VENETA的包 覺得很好看 就會來我們的櫃裡也說 我也要看那個VENETA的包 然後你就把那個櫃子一打開 然後這個VENETA這樣站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會說 這什麼 他們會覺得說 他們這個新的VENETA包包長這個樣子的時候 跟他們看到別人背在身上的時候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型 他們會覺得說根本就是兩款不一樣的包 但是其實這個是正常的 因為這個VENETA它也是360度 都是全皮的 內裡也是全皮的 皮革呢其實就是會跟你一起成長 所以說它越用呢 它會變得越軟 之後呢也會因為 你裡面放的東西的重量啊 跟你的使用方式 它會越來越貼合你的身形啊 你的使用方式 所以其實呢每一個人呢 用這款包 它這款包最後都會演化成一個不一樣 非常獨特的一個包包的樣子 所以說呢 很多人常看新的VENETA 就會覺得說 這個真的是我想要買那個包嗎 它真的是 就是等你用了之後 它就會慢慢的軟下來 它就會慢慢的垂掉 就會變得比較美了 所以呢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這個VENETA包的細節吧 那首先呢它最有名的Hobo設計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圓形的嘛 那它的拉鍊呢 就是在這個中間這裡這樣子 它這個包的容量其實是算非常大的 也是一個給你亂塞的一個節奏啦 就是你想放什麼就可以盡情的放進去 它裡面呢會有一個暗袋 然後裡面有拉鍊 那我覺得VV家的包啊 就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裡面都會附一個鏡子 那它裡面的鏡子呢 上面的這個顏色呢 都會是跟它這個包包相符合的 所以就有一種配套的感覺 那旁邊還有一個那種小小的袋子 是可以讓你放 例如說手機啦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東西這樣子 那基本上呢 這個包包就這樣了 如果是VENETA的重度使用者 老客戶的話 可能就會發現 他們這邊的設計 已經有一點點不一樣了 就是已經改成 就是後面這邊 已經沒有編織了 所以現在的新版的VENETA 都是長這樣子 那我來上升給大家看一下吧 那這一款呢 上升之後就是這樣 我知道它看起來 真的很不像屬於我的包 它就是 只是在我肩膀上休息而已 就它沒有那種垂墜的感覺 它沒有那種掉下去的感覺 因為我裡面現在 完全沒有裝任何的東西 然後這個包也是全新的 所以你一開始都會覺得說 它真的會待在上面嗎 它不會很容易就這樣滑下去嗎 這真的是不用擔心這個問題 這越用越久之後 它就會越來越垂 越來越符合你的身形 然後呢 就會變成是一個 像是為你而設計的一款 VENETA的包包 我是覺得這一款還蠻成熟的啊 其實 我覺得真的是比較適合那種 白領 商務 菁英 女性 而且這個其實也很適合當媽媽包 它這樣拿著也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包包真的是用久了啊 你才會就是越來越擦淨它的漂亮 因為它現在真的太新了 感覺就是很像一個大混沌 不過這個你往就是背後看 從背後看的話是很好看的 就背著這樣很shik 而且其實現在BV換了設計師之後啊 這種小編織啊 真的越來越少了 但是我不覺得它會停掉這款VENETA 因為我覺得它真的是太經典了 好啦那希望你們喜歡 今天我開箱住VENETA 還有跟你們分享 我以前在BB當桂姊的這兩個小故事 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喜歡 然後幫我訂閱開啟小鈴鐺喔 那如果需要更多產品的資訊的話 就上ANA的Facebook粉絲專頁詢問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